这一幕被网友们称作是这辈子见过的最帅的一报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广西 有一名女子因为和亲人吵架了 一时就想不开 于是就抱着两岁的孩子 坐在了顶楼的水泥围栏上 想轻声 消防人员一边铺好了救生殿 一边就劝慰女子 可是都僵持两个小时了 女子就是不为所动 大人哭 孩子也跟着哭 哭着哭着 女子的情绪突然就很激动 身体往前就窜了窜 在这千金一发之际 有一名消防队员飞扑上去抱住了女子 其他的消防员见状立马就跟上 相互配合 将女子和孩子成功救下 这大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 被救下来之后 女子一直抱着家人大哭 这段视频被发到网上之后 迅速引发了热义 有网友就被消防员点赞 说多亏了那个最帅的一抱啊 挽救了两条生命 那也有网友鼓励那位女子 都说为母则刚 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不要为了任何事情轻生